大家好,我是五仔 這一節算是入世法 跟大家講一些生活的時候 有些什麼顏色 原來穿了會帶給你一些碎魂 一些不好的東西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我們的標題是這樣寫的 如果你穿錯衣服 分分鐘就有cancer 甚至就是招致不幸 我用了很多的例子去引證這件事 這件事是對的 這件事是對的 有一種顏色 原來你穿上身 是會令到你的人 思想很不穩定 招惹惡魂 甚至在不知不覺之間 傷害了你自己 也不知道 五仔之前講過 佛教的緣起聖空 又說所有東西都是客觀存在 主觀感受 那你今天說這件事這麼有偏見 那沒辦法 因為我們處於一個物質世界 是一個充滿偏見的社會 但我想說的 這次不是說一些對顏色的偏見 因為 這個解釋很厲害 解釋給你聽 在那個物質世界裡面 正所謂五韻 眼耳鼻舌 新意 新意 新和意識 眼方面 如果說顏色 就用肉眼去判斷 你都不會聽到 有人說是瞎了 都能看到顏色 特異功能的 就是另計 就是Marvels 那個夜魔盒 就是另計 但問題就是 基本上 顏色 是我們肉眼看到的東西 而你肉眼看到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代表 它本身是那種顏色呢 我曾經跟別人說過 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你的樣子 你看到的一切 不是它真的這樣存在 很簡單 如果你關了一盞燈 在一個漆黑一片的地方 你是什麼都看不到 你是什麼都看不到 所以那些人經常說 我的眼睛看到才是真的 什麼 眼睛看不到 就不是真的 眼睛不見你為真的 那些這樣的說法 其實你對眼睛只是看到一些什麼 是光線反射出來的物件 好像我現在在說話給你聽 那些星線你看不到 那些電波你看不到 很多東西其實你都看不到 那你只是看到一些光反射出來的東西 其他問題就是 有一種顏色 其實是會令你帶來衰運 如果簡單一點這樣說就是 原因我為什麼會發現這樣的東西呢 話說今天就在日本 很多人 但我覺得自己今天的情緒很差 真的很差 其實這些事經常都會恆常發生 這個是和心態有關 應該那些東西是恆久存在的 為什麼我今天特別影響到我的心情呢 問題就是 這裡先開股 就是說 穿黑色衣服 穿黑色衣服 在絕大部分的時間 都不應該穿黑色衣服 這個說法 我曾經在周兆祥博士 他彈了一句這樣說話出來 他說其實你穿黑色衣服 你也是想死的 有些人也是這樣說 他也是這樣說 有些人也是這樣說 但我那時候未參透到這個說法 直到我今天穿黑色衣服 好像那個情緒有點波動 而再聽到 真的有緣份 在那個網上彈出 我很喜歡的一位 叫做薩古路的儒家大師 他去解釋那個原因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一樣東西 顏色只不過是光線 射入你的眼球 你腦裡看到的影像 但是他本身是否那種顏色 他不是 他不是 那個只不過是光線反射 很簡單的解釋一次 然後用很多事例去引證給你聽 甚至說到 穿黑色衣服會有癌症 這個有科學根據 有一個統計做過 在外國 穿黑色衣服穿得多是會有癌症 如果這樣說 顏色是光線的反射 白色是把所有的光線全部反彈 你就會看到白色 而黑色呢 它不是黑色 它是光線反射不到任何的顏色 所以它是黑色 所以它是黑色 所以為什麼說 白色是會沒有那麼熱 黑色是會吸熱 它除了顏色 不是心理學那麼簡單 這是一個能量學 白色是可以把所有的東西反彈 尤其是光線 尤其是光線 而黑色 就是把東西吸過來 吸過來 你想想 經常說什麼 抹發時代 人們很喜歡說 抹發時代 在這個世間 你覺得是壞的東西多 還是好的東西多 在一個城市裏 一些壞的雜氣多 還是好的雜氣多 其實是充滿貪真痴 人世間 那 你如果穿著黑色 那些東西是衝你而來 你自己想想 很簡單 你走出街 在馬路上 穿白色衣服的 晚上的車看到你 還是黑色衣服的 容易看不到你 是吧 應該是這樣 代表直接會影響到你的命運 就不只是顏色那麼簡單 如果別人看不到你 那輛車就會載死你 是吧 這個簡直會沒有命 那你想想 那些黑社會 經常說 MK仔的黑社會 最喜歡穿什麼 黑色 那你覺得他好沒有運氣 是吧 你明白當中的道理 那好吧 記不記得 我們身邊有一個 明日之星 即不是叫明日之星 而是巨星 你有沒有發現他 自從經常穿黑色衣服遮醜之後 他的聲運好像越來越差 越來越多人不喜歡他 那些負面的氣場 越來越大 如果你本身是相信能量 應該不是用相信 應該是你看得到能量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只不過是能量的結集物 你不吃的東西就會餓死 因為我們的身體沒有存到能量 我們自己需要能量 亦都要吸收能量 如果你穿黑色衣服 那些不好的 好的 什麼都會撞過來 但是世間是不好多個好的 是的 那又怎樣 那你的人就越來越差 那個情緒不穩 其實今天在我身上發生的事 對我來說 如果平日來說 是雞毛鮮皮 但是我還在想自己 對呀 今天真的穿黑色衣服 我再看到 那麼多網上的說法 我開始覺得 似乎是有根有據的 那我告訴你 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圍杜的問題 我們處於的物質界 我們處於的物質界 就是眼看的 都是以光線來反彈出來的 黑色是吸收一切的 他說如果你處於一個空間 你想吸收周圍的東西 你可以穿黑色 所以其實如果它是好的 一些好的東西 黑色是沒有所謂的 但是 如果在一個喪禮來說 原來發現很多西方人 接近死亡 那就是穿黑色 其實是一個 調轉了的想法 正常來說 沒有人會覺得死是開心的 對吧 你應該是把那個力量彈開它 我們中國人 去喪禮的時候 或者是披麻大校 很多都是白色 原來的原因就是 它不是白衣白褲 它不是因為它不吉利 是因為它想彈開一些不好的東西 是的 這個這樣的理論 很多人 一個統計 最少有四分一人 心理上受到折磨 在各種不應該穿黑色衣服的場合 長時間穿黑色衣服 令到一些運氣越來越差 剛才說過 那位明星 我記得他紅的時候 好像是白衣白褲 越來越差就變黑色了 黑化了 在道教來說 萬物都有陰陽 天使魔鬼 在基督教中 天使也是白色 魔鬼也是黑色 在陰陽來說 黑色也是一個不好的顏色 剛才提到 有沒有癌症這麼嚴重 有 真的有 我做了功課 在2001年歐美網絡醫學報告指出 常穿黑色內衣的女人 黑色胸圍的女人 最容易患有乳癌 是的 最容易患有乳癌 他說有一個 我不是農夫 有些人有沒有試過種東西 他說白色可以 釋放 產生能量均衡 是健康的色彩 將蘋果蓋著白布 可以跟樹上的蘋果 將它變得成熟 又香又甜 這樣 顏色顯然可以影響到我們很多東西 你看一下 很多肥人 其實他們會穿黑色 來做一個保護色 遮掩過半身體 他不想讓人看到 他的身材 有些人用黑色去遮掩一些很骯髒的 就是黑色 所以黑色有一種隱藏自己壞處的動機 在裡面 反映了黑色在現代人心裡的寫照 他吸引更多負面的磁場 來接近你的能量 而是令你無法估計的 所以你接二連三 經常說黑仔 不幸運不順利 原來和黑色有一種 有一種因果關係在裡面 你越依賴黑色越深 你的人就會越差 不知不覺令你成為一個倒霉鬼 剛才說的巨星 我說了三次 你越想越覺 但他沒有辦法 他穿白色更大 其實他正路來說應該是減肥的 正路來說應該是減肥的 衣服真的不要亂穿 如果說到 你有沒有想想 我們現在有很多事例的引證 你想想 經常說某一些 宗教的 德高望重的位置 我們免得說到是哪一個教 又說搞小孩子 搞小女兒 有些性醜聞 你有沒有發現他那件衣服是什麼 對 又會錯了也有 但你在醫院 你又看到醫生護士是穿白色的 白色代表什麼呢 希望之光 對嗎 還有他也是一個保護自己的顏色 剛才我說黑色就吸起來 白色就反開 所謂那些不好的東西 譬如有人 哭啊 不開心那些氣場 如果你陰陰沉沉的走過去 你可能會令到他更加嚴重 亦都將他的能量帶到你的身上 但白色你可能會覺得那一下 他人很乾淨 光明正大 甚至有一種能量是幫助他人 所以 醫生護士穿白色就對 顏色心理學 我以前有讀過 我其實都知道黑色是不太好 以前 我爺爺還在生的時候 我每一次去探望他 我喜歡大紅大紫花 這花絲 永遠不會黑沉沉 那種 我不想讓他看到我一個很低的能量 我要他看到我都好像很喜慶那種感覺 那 就有少少拆了蘇文鋒的招牌 蘇文鋒不是很喜歡說那個韓熱命理論 那個韓命人就要穿這個 青綠紅橙子 那這個我就沒有問題 他覺得 因為我自己都韓命人 我一向都青綠紅橙子 但他說 熱命人就要白金銀黑灰藍 白金銀我都沒有問題 但我知道了這個顏色的法則之後 黑色原來絕大部分時間 都不應該穿上身 就為免讓自己帶來一個握運 那另外 究竟是不是令到自己運氣很差呢 這個 如果我剛才所說 在香港 吸一些不好的氣場 不穩 出街 走出馬路 夜媽媽容易被車載死 黑社會 最多穿黑色衣服 真的隨時你在香港 經常說斬人 經常都有這些事 待會點錯 想見你黑癡癡 以為你在那裡的MK仔 又或者 你黑衣黑虎 走出街 別人以為你是 那飯的 跟你吵兩句 然後問你哪裡哪裡 有麻煩 隨時被警察鬥 隨時又是 真的 各方面 甚至在健康方面 有個統計 女性穿黑色衣服 穿得多的癌症 好像真的大來不幸 所以為什麼 阿吉吉 中年好聲音 都說穿紅色內褲 我想 紅色內褲 就不應該穿在裡面 穿在面上 就對了 像超人 那種氣形 只是開玩笑 其實很多的長輩 年紀比較大 他說 每次看到小朋友 穿黑色 都很無奈 有個人這樣說 讀書的時候 他喜歡 Heavy Metal 那些 他們就喜歡 Bang的打扮 有很多黑色的東西 好像很帥 那樣 化了一些黑暗系的妝 他說 其實真的是一種 生人物近的感覺 我記得那時候 我認識一個女生 我看到她很不順眼 為什麼呢 她除了黑色之外 她真的是玩Punk 學人玩Punk 黑色 然後很多鍋釘 我就說 哇 你這樣 很硬眼 你明白Punk 本身 那樣東西 就是想帶給你一種 很突厚的感覺 然後你關注她 你看那些Punk 兩邊橙光 然後有一個公雞 其實他本身的原意是這樣 但是 其實你的身體 有太多 譬如一些吊色是尖銳的 殺氣 這個又說到殺氣 除了黑色之外 任何那些三角形 有些人這樣說 你坐在那裡 你對著那隻角 你也無形有個殺氣 殺氣就是什麼 殺氣就是危險 就是危險 很簡單 我以前跟朋友說她不明白 去做飲食業 有那些尖釘 有些尖釘 我現在不是拍張紙下去 我說這個很危險 你不要放這個東西 她說怕什麼 大家不會 我說善腳 下去就死人 一撞下去就死了 君子不立危場之下 這些就是殺氣 有時候 你看到窗外 你看到尖角 那些東西 全部都是要避 否則令到你的情緒不穩 又吸了不好的東西 朝野不幸 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 黑色都是死亡的象徵 和死亡有關 你聽聽 剛才說運氣 形容一個人氣息不好 運氣不好 叫做印堂發黑 形象不好 就叫做黑化了 心地不好 就叫做黑心 破壞人家的名譽 就叫做抹黑 黑這個詞語 不要穿上身 原來幾乎是代表著所有負面的東西 所以關於黑色 我們是需要忌諱 這些印象 雖然有些人說 我百無禁忌 不過我們存在在一個物質界 有一種叫做大為潛意識 你口說沒有東西 不過你的潛意識 你知道它很有東西 我們是要避開它 我們要避開它 所以你買衣服 你買什麼都好 尤其是上身那件衣服 因為佔你的身體一個很大的範圍 盡量避免穿黑色的衣服 我今天為什麼我覺得 對這個話題這麼有感覺 我今天穿的衣服 是全身都黑色的 令到我已經 你也知道我已經有收到的習慣 我今天的情緒一轉變的時候 我就用第三者的角度去看 究竟是關什麼事 又有一個緣分 讓我看到這篇文章 令到我都認為 對的 有些人說 佛教緣起聖空 你覺得的 但你有沒有見過和尚 果然的衣服是黑色的 顯然是沒有的 雖然他沒有告訴你 但可能有些經典裡面有說過 我們都未知 因為真的很多很多的智慧 其實我們都認識不完 我覺得這件事和大家的生活 是息息相關 所以今天就故意和大家分享 還有 他說黑色其實 就是一個 有些人當他要遮醜 以及不要被人看到 是一個很熱情的人 很酷 可以算是一個內心的規格 黑色因為他不像其他顏色 那樣張揚 所以很多人打算用黑色 去遮掩自己內心脆弱的情緒 不要被人發現自己的想法 亦都避免自己的情緒 怎樣說 可以避免自己的情緒 不受自己掌控 我這樣做 其實我今天就是這樣 我穿了黑色 我沒有想的 但是誰知道 我一個平時可以控制到心念的人 我為何會有這個念 真是煩惱即菩提 我有煩惱之後 生了一個智慧 然後有一個解答答案 然後再發佈詩 告訴其他人 剛才所說的那麼多 所謂黑衣黑褲 經常穿黑衣黑褲 你們自己回頭是岸 顏色也是自己選擇的 黑度 剛才所說的那些好的不好的 黑度 也是你自己選擇的 另外 那些穿黑衣要遮肥的人 你就不要再用這個去掩飾自己的缺點 因為本身它肥半是你身體的警號 你不去正視這個問題 用一些東西遮住它 黑色成為你的遮醜暴 你是沒有辦法令自己滿意的 你明白嗎 這個道理就是 你一邊遮住它 除了是外觀之外 跟你的身體 都是有關的 你的健康也是會差的 肥半一定是這樣的 出街的時候 容易被車撞 還有研究說到 他那個癌性 是會有一個很大的機會 嘩 真的 我看完之後 我發覺這個知識 要和大家清清楚楚的 告訴大家 否則 救不了你們 因為我今天 自己穿黑色衣服 連自己都好像控制不了 但不是很差的 只不過是有一個疑問 去問為什麼 無論是佛陀也好 他成道之前 都經常問為什麼 哲學也是問為什麼 一你問為什麼 你就會想去找個答案 最怕有些人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又不去找答案 接著就在一個無名的世界裡 就在這裏求苦 不斷在苦海裡輪迴 今天這是入世法 希望大家 可以有一個平靜的內心 可以解決你身邊的問題 試一試 試一試這個方向 希望你們都可以快樂的人生 今天講到這裡 今天不是很長 以佛禪來計 但應該都獲益良多 因為對你每一天的生活 都是息息相關的 我們下次再和大家分享其他智慧 拜拜